准提法在中印佛教历史上的两个高峰期,作者,高琪施发布于2013年3月14日,公元前五世纪,释迦牟尼佛在设为国旗术及孤独元为众生而宣说准提咒。 佛说,此准提大陀罗尼大明咒法,过去一切诸佛语说,准提法是古老的法门,因为修持准提真言成就的诸佛无数。 而准提真言,又叫做准提佛母真言,此真言成就了七具之数量的诸佛菩萨,因此全称又叫七具之大准提佛母真言。 准提法与汉传佛教教有缘的关系,准提神咒,历来为广大的佛教信众所传颂,是禅门日诵之早晚各时小咒之一,寺院丛林的节斋咒,易用准提咒。 印度 两个高峰期,准提法历来被宫廷内部所秘密教授,传说朱元璋出家时是准提法的修持者,当上皇帝之后曾禁止此法外传,但此方说没有历史记载。 不过据印度佛教历史记载,确实有多位国王,因为修持准提法而成为执政者,他们是公元二世纪的印度七赞扎王和七拔拉王,公元六世纪的印度曲波罗王科普勒,前后共十四位国王, 皆因修持准提法而登基为王。 由此可以推断出,公元二世纪和六世纪,是印度准提法的广传期,而这两个年代与龙树菩萨的准提赞文,和玄奘法师的准提咒翻译正好相互对应上了。 在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与执名,略出《尊纳经》,并以《记赞约》,《尊纳公德句》,《记静心长池》,《一切诸大难》,《无能心世人》,《天上即世间》,《受福如佛等》,《从自如一宝》,并或无等等。 公元六世纪玄奘法师翻译,《证无首》,《七句之佛咒》,此为玄奘法师原济前奉照翻译的最后一作,此咒翻译的时间,应该是公元650年左右,此时间要早于唐开元三大士来唐的时间,也就是说在秘法传到中国以前,准提咒就早已经传到中国了。 善无畏是在公元716年来到中国,金刚志是719年开元7年到中国,宛于准提咒翻译出来200年左右。 金刚志为当时西安城修法求语的方法,正是修持准提法,可见准提法的修持在异度当时,没有间断。 中国的两个高峰期,中国准提法的流传,有唐大和明代两个主要的流传期。 一个是唐末当时的佛教中心,转移到契丹辽带,那时的燕京成为了世界佛教中心,正是这时辽带的道士安大师,编重了《显密元通诚佛心要集》,这本系统修持准提法的佛教经典,从此开创了准提法在中国的宗派性传播。 此书总集准提法之大成,是剖析显密教理之矿式剧作,以后在汉传佛教修持准提法者,多奉此书为规念。 辽带的佛教信仰人数比例达到90%,道大师在燕京弘法的规模,可以从白塔次前身原名永安次的规模可以窥看,永安次建于1096年辽寿昌二年。 著名的《显密元通法师道》,陈叔祝希与慈许阳宗峰,并亲自主持修了一座世家设立之塔,内有设立二十例,香妮小塔两仙,无垢光陀罗尼经五部。 显密元通成佛心要集,在元代正式收录在《大藏经》中。 另一个高峰期为明清时期,准提咒收录于日赫时小咒,即过摘役中,使准提咒成为僧人每日必诵的咒语。 同时准提四、准提安,也陆陆续续在中国开始出现。 比如扬州的准提四规模宏大,影响广泛,又称准提禅院,大准提四,系扬州历史上的二十四丛林之一。 修持准提咒的大德,明代佛教寺大师和准提法多有姻缘,有云期诸红,憨山德卿,偶艺大师提倡修持。 提咒,有关连池大师传法的记录如下,十丛云期大师,受祭散池,一月三载,十解二和弹蛇之意。 归儿乐范书于十,存三塔大成堂中,受持六载,连池大师修准提法超过三年之久。 憨山德卿禅师提倡修持准提咒,著有准提菩萨赞,誓言众先识准提咒,其中准提菩萨赞,被当代最大的准提法佛学院,收录为准提法修持仪轨的一部分,成为每天必须念诵的功课。 凌峰偶艺大师提倡修持准提咒,并著有准提提法遗卷,今已一诗,仅时准提咒愿文一篇尚存。 修准提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原了凡,约于一间五百七十钟相识,方蒙云古禅师传。 准提法,悉心修持,改变其命运,并将此经历撰写为了凡四讯,后世流通甚广,为准提法的民间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清出僧人但归今在《变形堂集》中,所收准提格纪一文中,曾记载准提法的流传状况,文云,准提菩萨敬拜于年前烧之趋向,今则便与那样微神,即与补驼净爽。 我们欣慰地看到,从印度准提法的宫廷密法的国王修时,到准提咒在中国辽代与明清两个时期的广泛传播,可以看出准提法与众生的因缘是相续不断的。 在当代的佛教人生化、人间化的历史发展阶段,准提咒的特点决定了会被多数佛教徒,作为修行方法所选择,我们真心期待。 提法在中国红法高潮的又一次出现,愿者提甄言的范音,为每一位持诵者带来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、解脱。 高期诗于北京201303